接下来有请 冯汉扑 当时让我选两个阵营的时候 心里就想说 我其实就是 特别喜欢周杰伦 我觉得我就是死也得死 在周杰伦这条路上 我不能死在其他路上 你干啥呢 激动啥 我男神 他要过来我们 这就粉丝 然后就赢下来一百多万观众 万福 他来之前跟我想 他说他死也要选周杰伦 直接走啊 直接走啊 直接选啊看看 漢涂 冯汉扑 我觉得帅内线 他身体数是什么非常好 然后那个他很年轻 我觉得他会表现得越来越好 不犹豫 等不及了 你们选吧 你们选吧 看一下 球衣呢 我的球衣呢 真的有给我耶 杰伦哥 很帅 所以我们需要一点帅哥 因为我觉得杰伦哥唱歌唱得很好 可是不是太帅 所以可能需要比较多的帅哥来我们就对 对 他们俩聊了 我没有留意到他是周杰伦的粉丝 他后面拿了衣服他才说 你早知道我肯定就不会选他了 对 因为我那件衣服放的比较厚 就是其实是特别短了 但是在我心里算是特别长的一段路 行 太可爱了 这个小伙也挺可爱的 对 我只能用夏浩言来对抗你们 就是像你小可爱 好不 一辈子都是对 你先穿出来 是不是 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对了对了对了 你还不是给我们啊 我现在在哪里 我自己的 cantin 这时 这时 也很苦 这时